各位同学大家好 先讲我们的短短转项目 我们看一下提纲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OaaS2.0的一个API的一个接口 这节课我们讲讲如何使用新浪微博的web授权登录 这里边看一下 这是OaaS2.0授权的一个API 这是请求授权 然后这是获取一个访问的token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看我们登录 登录的授权 授权的一个web页面 它其实是一个web页面 我们写了一个积累 这就是一个web web wheel 显示加载我们的一个web的一个积累 然后这个是微博授权的一个页面 其实就是一个web wheel 加载出微博的一个授权的一个web页面 看这里边有一个代理 看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调用 其实就是调用这个接口 看一下调用这个接口 它加载的是一个web wheel 如果授权成功了之后 这是如果授权 用户授权 输入用户密码 授权成功之后 我们在logging里边加了一个 这是一个回调 那助理出错 微博授权长度一般是5位 所以大于5位的话说明就成功了 就成功 这里边这个code其实就是用于调用ss hoken需要的一个参数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code 看一下我们在哪调用的 这里边我们点信浪授权的时候 我们不使用sso 我们使用一个web页面 这里边就是它的一个数字画 需要的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url 这个url是什么呢 看一下 就是这个ofsup 就是这个url 这个url 它需要的一个参数 postget都可以 看一下 有一些Btn的参数 这个clientID radio redirectuil 看 clientID 其实就是一个appk radio redirect 这重定向的一个uil 就需要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调用这个 这个接口呢 其实就是加载的一个web 微有页面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点击看一下 点击它 就是调用 看进来了 进来之后 这就是一个web的一个 微博web页面授权的一个界面 这里边我们设一个 这是它一个授权用户书用户密码 等成功之后 看它成功之后 返回的一个code和state code呢 就是用于我们 这是回调 这是调用我们 IssToken需要的一个参数 我们输入一下 点击登录 好 这就过来了 这就检测 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这个code 这是第一步 然后再进来 看路过有没有 这是就是这个code值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这一句其实没有用了 这里边可以把它dismiss 好 再来一下 这个就是把这个授权的页面给它消灰掉 进来 进来 然后 95 8 数权 数权 再进来一次 然后看一下这个code值 这个code值 这里边就有了 然后 处理一下 这个回调盘数呢 如果成功之后 我们就直接请求这个access token 这个access token呢 看一下 就是这个这个接口 然后访问它 看这个ul 这里边有一个access token 就是这个获取我们的授权的一个访问token 需要的一些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些参数 clan id 这个code就是刚才我们返回的一个值 看我们这里这个code 然后优先级 这里grant 我们是用的授权 一个请求的类型 我们就填写这个 然后secrate secrate 就是我们这里边申请的这个appk 这个secrate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 用web web 授权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的私钥 需要打包到这个程序里边 这样就有点不安全 所以sso还是比较安全的 看这里边是我们的私钥 存在我们的代码里了 充定项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操作 发起一个获取网络的一个操作 如果获取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就解析 看一下这个接口 接口的返回的一个json集图 这里面就有我们的access token 过去时间 还有一个user id 好的 我们接着来走一下 看这样我们就发起了一个网络操作 然后数据进行了一个返回 看他这里靠的 看这里边就是inss token 就返回给我们了 然后有一些过去时间刷新的token 这里边useid 这两个参数我们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接口 这个参数 来调用我们web的一个api了 看一下 比如我们调用这种这个api需要的一个参数 同样有access token 这里边 如果用auth 出权的是必须添写的一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这些接口了 下一节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获取用户的一个头像 好的 接着运行 然后这就返回我们asset token 跟user id 看一下 这些都有质了 同样我们这里要做的呢 就是说 如果收权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销毁登录框 登录界面 然后呢 如果有服务端的接口 就应该要用服务器的接口 上传我们的 上传 用的id 我们主要是先运行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没有销毁 我们这里把它销毁掉 其实就是显示我们的后面页面 好 再来一下 其实授权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首页登录进来了 其实主要是完成这一个工作 大家下去可以比较一下sso和一个我们这个web页面的一个授权方式 或者是使用这种open oos api授权方式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其实sso 首先还是相当的一个方便 这里我们web页面 要加的这些内容 都需要加好多的一个内容 如果使用sso呢 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代码 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授权登录 还是非常方便的 好的 那今天要讲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微博的一个web 首权登录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是一个oos api的一个调用 sso呢 它其实就是封装了 封装了 2.0的一个 这个调用 如果我们使用web的一个页面呢 页面呢 这些oos2.0的一个api调用 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实现了 其实推荐大家使用这种 isso 非常的方便 快速 处理的事情 处理很少事情就可以完成这个收权机制 我们介绍这种方式呢 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原理 这种sso实现的一个原理 其实就是一个api的一个接口的调用 好的今天要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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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